西雅圖 西雅圖下雪了 帶Bushy出來玩雪 其實我們只是帶他出來尿尿 可是就覺得 西雅圖很難得下雪 四處下雪 所以就帶Bushy出來 你們看得到他嗎? 他一定要撞 好冷喔 你不玩了喔 今天帶相機出來 然後呢 現在要拍的時候才發現我忘了裝記憶卡 所以今天都用手機拍 我現在其實蠻常用手機在拍的 可是就是用手機拍的時候臉就會變得很大 因為他那個廣角沒有那麼廣 然後呢我們現在要出門 去拿我上個禮拜六訂的一隻烤鴨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Michael家 Michael的Cousin家 就是吃過年的飯 給你們看一下現在西雅圖的天氣 下了滿滿的雪 然後就是因為西雅圖不常下雪 大概每一個冬天都只會下一次 所以現在就是對於西雅圖人來說 就是滿難開車的 這個人好誇張 哈哈哈哈 我從來 我在Minnesota生活過一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人這樣子 在路上走 西雅圖人真的是很誇張 而且我剛剛有看到有一個人拿那個 那種叫做什麼 什麼Board 就是可以從雪溜 對吧 反正就是可以人坐在上面 然後從那個斜坡這樣滑下來的東西 有人拿這個在市區裡面要玩 我真的覺得超好笑 西雅圖人真的是有創意 順便給你們看一下我帶了什麼 去吃過年的飯 所以我帶了我從台灣買的這個 太和店的麻辣湯底 還有我團購的小盤鳳梨酥 還有臭豆腐 然後蘿蔔糕跟芋頭糕 就這樣子 然後現在要去拿烤鴨 我們到了 原本15分鐘的車 然後開到變40分鐘 因為大家都開超慢 好可怕喔BOOSHE 跳得好誇張 你們有聽到嗎 欸 沒開耶 怎麼辦 奧的壓呢 沒有啊 沒有啊 喔喔 他們沒開 可能因為下雪的關係 差不多 Jimmy叫我幫他們買那個 火鍋肉片 因為火鍋 就是原本火鍋肉片 是另外一個朋友要帶的 來 阿 靠北 啊 怎麼那麼快 啊 怎麼那麼快 妳好 假裝一下 假裝一下 對對對 這次的蛋卡看起來很好吃耶 看起來比上次更厲害的感覺 然後這也是你做的對不對 哇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像回到阿嬤的家 有貓 嗨 西碟開樂 今天吃的還蠻台式的 還吃蘿蔔糕 麥可我跟你一人一半喔 今天情人節 然後西雅圖還在下雪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什麼安排 就打算留在家裡 可是呢 麥可有準備 背一個小盆的花 跟一個我最近很想吃的巧克力餅乾 來慶祝 情人節 對 他以前都不太會送花 然後他有送過我菊花 還有 康乃欣 還有什麼巨大的那種 玫瑰花還花了好幾百塊美金 然後重點就是我還覺得有點傻眼 就他現在已經知道怎麼送 就是這種小小的 剛剛好 我們 出來家裡附近 走走 然後想說 就是今天好像是西雅圖 下雪最後一天 所以就帶布宇出來玩雪 然後 昨天也因為吃太多了 所以就 出來走一走 消耗一下熱量 今天呢 雪就變得比較髒比較軟 比較濕 那倒一定會讓你太過了 你要過 嗯 不知道等一下SpaceD 都會不會好一點 前面有一棵樹倒了 好像是因為 雪太重了所以他就 斷掉了 覺得在雪上走路 就是很辛苦 我記得 有一年在 西雅圖 然後那時候是剛跟 Michael認識的時候 不是西雅圖 我們在米米蘇達 然後那時候剛跟Michael認識 然後我們就去 看了一個 瀑布 米米蘇達的一個瀑布 然後那邊就是 全部都結冰了 然後地板超滑 我們基本上 走一步 就會跌一次倒 那是啥啊 完全看 連他那個 body shape 我都看不出來 好醜喔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泥